由东南亚地区所移入的盲诊病例日趋严重 县府卫生局为了要确保县民的身体健康 特别呼吁民众家中若有一岁左右儿童 及70与80几年次的年轻人 应尽快去接受疫苗撕打 以免受到感染 麻疹是一种高传染性的疾病 透过飞沫借由空气就会传染 初期症状类似感冒 而其最大的差异在麻疹会起疹子 通常由儿后方开始往下冒出 容易容易引发脑炎以及肺炎等并发症 因此致死率不容小觑 根据了解 这次麻疹发作的起因 是一位30几岁的年轻人到泰国遭受感染 虽有接受治疗但误诊为感冒 又搭乘虎航道冲绳 导致台湾与日本都受到影响 传染病医疗网中区指挥官黄高斌表示 麻疹是一种高传染性疾病 在同一个空间内有90%的传染率 主要症状在初期会有发烧 与类似呼吸感染的情况 一般称为山西 麻疹它是一个可以经过空气传染的疾病 基本上来讲它的传染力是很强的 所以同一个室内 同一个空间里面被传染的机会可以达到90% 也就是说在同一个环境里面 你被传染的机会是9成以上 那这个是它最恐怖的地方 那麻疹它最主要的症状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会有发烧 那另外一个就是类似呼吸道感染的症状 那这个我们以前称它叫做三个C 所谓的三个C就是会有结膜发炎 结膜发炎同时会有眼死比较多 或者是有胃光的现象 第二个C就是流鼻水 那会有鼻涕 就是你可以看这个病人 他那个鼻孔下面挂着两行鼻涕 那第三个C就是咳嗽 那咳嗽来讲就是说 你看他眼睛红红的挂着两行的鼻涕 然后再加上咳嗽又发烧 好像很可怜的样子 就差不多要注意它可能是麻疹 那接着我就进入所谓的初诊期 那初诊期来讲 它的初诊的最早出现的地方是在额头 耳后跟上颈部的地方 然后往脸上跟躯干四肢扩散 那脸上跟上躯干的地方 它会有所谓的融合的现象 那这种融合的现象 是其他的初诊性的疾病比较少见的 那麻疹最常见的病发症 就是像中耳炎有肺炎 严重一点就是所谓的 引起的所谓的脑炎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病 在过去来讲小孩子生得多 大家家庭里面 就一两个有闪失没有关系 现在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的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能够做一个适当的预防是最好的 竹山秀传医院副院长庄贝坤表示 麻疹最主要的传染途径 以飞沫透过空气来传染 而抵抗力较弱的民众 应该避免到公共场所 且要常洗手 一有症状马上就医 麻疹最主要的还是所谓的接触感染 空气感染 或者是叫飞沫传染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 或者是身体比较虚弱 或者害怕 我想就是第一个避免去公共场所 或者是说避免去 当你我们国家有在发布某些地方 特别注意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戴口罩 或者尽量去避免 再来就是回家后一定要勤洗手 我想洗手还是在所谓的预防感染里面 最重要的一点 不要乱摸你的口鼻 眼睛 我想这个最重要 当然如果也有症状 就赶快就医 一定要跟医师 护理人员讲 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接触史 也就是所谓的TOCC 我想医疗院所都很知道 所以一定要告诉你有没有接触史 有没有旅游史 你的职业是什么 有没有群聚感染这些现象 把你的一些相关的 这个所谓的病史讲清楚 我想越能够早期发现 另外卫生局局管科科长赵灵慧则表示 民众如果是民国七十几年次 或者是八十几年次 在近期有需要到日本 或是东南亚地区 并在出发前两个礼拜 到旅游医院接受疫苗接种 今年三月份 台湾地区因为有从泰国境外移入 而造成国内的麻疹群聚的事件 卫生局在这边呼吁 如果您是民国七十几年次或八十几年次出生的青年朋友 如果您在近期有需要到日本或者是东南亚地区去旅游 洽工经商 建议您在出发前两个礼拜到旅游医学门诊接受 MMI疫苗的接种 那南投县有两家旅游医学门诊医院 普理基督教医院和不立南投医院 那另外再一点 就是如果家里有周税左右的婴幼儿 若他还没有接受MMI疫苗第一剂的接种 也麻烦尽数的到邻近的卫生所或合约的诊所来接种疫苗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有外籍的配偶 需要孩子需要随着妈妈回到东南亚的娘家去的话 我们在这段期间会强烈建议婴幼儿不要随行 以免去感染到麻疹医 因为麻疹是第二类的法定传染病 它是属于空气传染 那它的传染比会一个病人有可能传染到20个人 而赵科长也同时表示 七十几年次以及八十几年次的民众 当初是接种三合一疫苗 而其效仅20年 因此民众如果已经连满20岁 有可能抵抗力已经渐渐消退 若本身出过麻疹者 这比较有重生免疫情况 另外民众如果已经被感染 只要三天练吃到疫苗都还有效